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关键市场转化率还能提高了7% E Shine同款的谷歌爆款发现器 王胖子 你说的要扩大品类追爆款 怎么没动静 初冬 难得一见的太阳 晒得人暖洋洋 在小龙门客栈院里晒足太阳的刘一刀 看了看旁边的王胖子问道 王胖子一脸无奈回答道 我们这样的跨境电商中小卖家 被大卖家全品类 多账号 多平台战略和平台自营两边夹击 活得那个难受 以前凭感觉出的小品类小爆品方式 现在都不太灵光 前些日子我当时想学Shine做大品类独立战 自己掌握产品开发销售一条龙 可追爆品节奏没把控好 积累了一堆库存 听说他们有定制化的爆款趋势分析神器 能更好管控成本 加速决策制定 关键市场转化率居然提高了7% 你知道哪能像Shine这样定制开发品类爆款分析神器部 王胖子满脸无奈 这不简单 阿米手上就有 我可听说他最近从谷歌那挖到帮助Shine爆发增长的跨境电商爆款发现器 刘一刀贼笑道 刘一刀你现在怎么消息那么灵通了 阿米苦笑道你就别藏着叶着了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刘一刀贼笑着说道 王胖子乐开花点头附和 阿米叹了口气说道 我得确实从谷歌那密格格Trends find的爆款发现器 应该能帮助卖家高效的开阔新品和新兴市场 但你们有思考过为什么爆款会兴起和消亡吗 这些爆品的产品生命周期是怎么样 二 爆款兴起 消亡和产品生命周期 刘一刀深思片刻问道 你说的爆款生命周期分析 具体都是些什么 阿米看着一脸期盼的王胖子 又叹口气说道 产品生命周期 Product Life Cycle 简称PLC 是产品的市场寿命 意思是一个新产品 从开始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 产品生命对我们跨境电商零售商品爆款开发而言 更多是指在广告关键词数据采集基础上做的市场 广告营销生命周期 产品的市场营销和人的生命一样 也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经历形成 成长 成熟 衰退这样的周期 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地区 同一批消费者 对同类型产品在不同时间段的感知和关注度 也是在不断变化 我们跨境电商行业的产品 直接面对千人 千面的消费者营销 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说的行程 成长 成熟 衰退S型市场营销生命周期 跨境电商的产品市场营销生命周期 一般来说 包括风格型产品生命周期 时尚型产品生命周期 热潮型产品生命周期 扇背型产品生命周期 四种特殊的类型 风格Style 风格是一种在人类生活基本但特点突出的表现方式 风格一旦产生 可能会延续数代 根据人们对它的兴趣而呈现出一种循环再循环的模式 时而流行 时而又可能并不流行 比如我们常见的北欧风格或者工业风格设计的产品 和它们对应的市场营销生命周期 热潮Fed 热潮是一种来势汹汹且很快就吸引大众注意的时尚 俗称时髦 热潮型产品的生命周期往往快速成长又快速衰退 主要是因为它只是满足人类意识的好奇心或需求 所吸引的只限于少数寻求刺激 标新利益的人通常无法满足更强烈的需求 像我们之前这炒的指尖陀螺仪 指尖猴子之类的现象级爆款产品就是典型代表 扇背型主要指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的延伸再延伸 这往往是因为产品创新或不时发现新的用途 这往往是指我们在既有消费者对某些长期重复购买的商品进行微创新 以及对应的营销微调 时尚fashion 时尚是指在某一领域里为大家所接受且欢迎的风格 时尚型的产品生命周期特点是 当上事实很少有人接纳称之为独特阶段 但接纳人数随着时间慢慢增长模仿阶段 终于被广泛接受大量流行阶段 随后缓慢衰退衰退阶段 消费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另一种更吸引他们的时尚